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 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探讨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的主题是新约的执事 我们封城两段 保罗的举荐信和保罗的事工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还是继续处理 他对哥林多教会 对他之间的他使徒的身份 有一争论 所以我们可以看保罗的对手 有三种 第一个是来自犹太 犹太地区的犹太人 他们声称他们见到过耶稣 可能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 他们跟随了耶稣 也有些人可能是在耶稣复活后 显现时他们遇见了耶稣 所以他们对这些 他们的身份 认为保罗没有这样的事工 所以他不认为保罗的身份是合法的 另外一些犹太人是希腊化的犹太人 在自从希腊帝国统治了以色列以后 他们就开始被这个希腊的文化同化了 而且他们都要说希腊话 希腊也语 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字写的 他们很尊重或是很虔诚的追随犹太人的习俗 所以对保罗他们保罗一些言论很反对 另外一组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们实在是根据这犹太人的说法 他们很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 另外呢也跟因为他的保罗的软弱的外表去 让他们认为他是缺乏恩赐 更是让他们不能够接受是保罗不断的经历的苦难 为他们想象的基督的旧文是矛盾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还是描述他使徒的事工 他将对比圣灵与文字的区别 也对比新约与旧约的区别 他对比基督与摩西的事工的影响 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信徒 传新约的人他们是比摩西更优越 他们的荣耀将要超过摩西的荣耀 所以我们对这些宣道士在 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 他们是值得尊重的 当然我们基督徒的荣耀是 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说明的是 基督徒的荣耀都是来自圣灵写的信 也就是圣灵的推荐信 也就是新约的执事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的举荐 我来读经文 我们启示又举荐自己吗 启向别人用人的推荐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板上 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启示又举荐自己吗 保罗其实在这里 提出了几乎是所有的 保罗的书信 或者整本 这封信 反复的提出他自我称赞的话 就是好像是保罗在某种上的自吹自唯 也在这里也表示到 哥林多的 某些人已经指责了 保罗是过于自负的 所以保罗对自己没有表扬自己 也抗议 就是保罗他对这些 哥林多对他的态度 对他这个话题 这就感到非常的敏感 保罗的自我表扬相当于自我介绍 在自我表扬 或者是也是一种公认的普遍的方法 或者是第三者用书面表演 表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推荐人夸赞 或者表扬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推荐人证明 他认识这个人 或者这个人是值得推荐的 保罗继续说 起向别人用人的践性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践性给人吗 保罗简要的就很明显的直当 直接的指示 说了这些假使徒人 他们用个人 人的推荐性来表示他们的身份 保罗与别人不同 他说我起向别人 所以保罗是与别人不同 他不需要来自哥林多教会的信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别人与许多人在第二章十七节类似 这许多人就是为了徒利 传讲福音的 所以在这里 别人就包括了那些徒利的人和假使徒 保罗的对手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是犹太人 可能带来的推荐性 他们的推荐性可能也是 从耶路撒冷教会的推荐性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来了 对保罗的使徒的身份 确确实实是有些 不同意的 不赞成的 保罗这里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性 我们的见性 保罗争辩 他不需要他们给他写信 因为他们就是保罗的推荐性 哥林多书信 不论是前书或后书 都是保罗写给世上的书信 世上的人的书信 信徒的书信 这些信都是刻在他心上的信 就是他从心灵上写出来 他真正的感受 而且呢是 现在每个人都在知道 也在阅读 主要是讲到这些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都在阅读这件事 这封信或者是也都知道这封信 所以可以看出来 保罗的推荐不是在纸上写的文字 而是在人的身上 可以了解到 不是保罗获得到 他有多少的知识 地位或是学位 而是重要的是 他对其他人生命和灵命的关心 更是保罗为他人牺牲的意愿 所以他的推荐 不是在纸上白纸黑纸写出来的 而是他自己的身心灵 还有他的心 言行举止的做出来 他关心人 他愿意为他人牺牲 接着说 保罗指的是 写在我们的心里的信呢 是被推荐人 我们也知道 推荐人常常是 被推荐人常常会带到身上 然后拿出来给人家看 尤其像我们去 寻找工作的时候 也希望有人能够推荐 我们有推荐信出来 保罗是将他们讲 他们对他 对保罗讲到的反应呢 是铭记于心 就是他在 都在他们的心里 他看到他们对保罗 说传讲福音的时候 他们的感受都记在心里 所以这个信呢 不是保 不是哥林多信徒中的信 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对他 表达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热爱 保罗说 他在哥林多传道的结果 也就是在他心里 他看到这件事情 神也证实保罗的施工 神通过圣灵建立了教会 保罗创立了哥林多教会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 我们可以看得到 神为保罗写了这封推荐信 第三节讲到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版上 保罗在这些经文提出了 他这封信的四个特征 基督的信 这封信是来自基督的 借着我们修成的 这封信是与保罗的事工有关 然后是用神的灵写的 这封信是由永生神的灵所写的 不是用墨写的 这封信是圣灵写的 不是人写的 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提出来 他写这封信是从基督那里来的 是从神的灵的那里写的 而不是他个人的意愿 接着他又说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版上 保罗对比这个石板和新版 可以说也就是说用纸炒作的纸来写 或者羊皮纸写的 所以看来说用炒作的纸呢 纸张会容易毁坏 然而羊皮纸不会毁坏 在这里讲到 如果说我们用墨水写在纸张上的时候 纸上的文字和图案不会有反应 它只是一个白纸黑纸写在一个纸上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人读到纸上的文字 或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 心灵上会有反应 这也就是说 当这些文字话语能够植入人的心中的时候 最后因为的反应感受 而生根而结出果实 在这里保罗说 你们是明显是基督的信 这里就是说 这些人信徒都是基督的信 也就是要向世界传达 神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 和他对世界的旨意 是救恩 是救赎 是神的爱 让有罪的人能够得到永生 这些都是在神要传达的旨意 也是信徒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段我们来看到保罗的执事 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用字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知识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知识有荣光 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了有荣光 那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这个荣光是 这个这段经节的主题 这短短的 五四节经文 五节经文里面 就有十一次提到这个荣光 荣光就是glory 也就是荣耀的意思 保罗说我们因基督 我们也知道 保罗的权柄 使徒的权柄都是被 钉在十字架上 又复活的基督所复以 是神呼召 是基督呼召 在大马斯格的路上 耶稣基督呼召的使徒 保罗 所以保罗作为使徒 他不需要任何的褒奖性 推荐性 他也没有必要称赞自己 所以在之前我们看到 哥林多的信徒 对他的 不是很满意的时候 认为他是 自负 过于自负 所以呢 这个不是一个 在这里保罗说 他不需要这些 因为哥林多教会 就是他的推荐性 更确切的说 不是他的 而是基督的 是基督通过保罗 改变堕落人类的生命 所以保罗所有的 传讲的福音 都是耶稣基督的信息 基督通过保罗使徒 然后把他的福音 传遍到地级 让多了人类 能够有悔改 还有生命 保罗基督说 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 圣灵是在保罗事宫 证明了 也解释了 他为什么 是有这大的信心 这不是保罗自己的能力 而感知 自己觉得 感觉蛮好 是有自信 而是他的信心 都是基于 他通过基督的呼召 是基督的呼召 他相信 他认为 是基督呼召的 所以他的自信感 就从这里来 他信心也从 但是 他很了解 他不断提醒 他在神的面前 才有信心 如果不在神的面前 这个信心就不存在了 而且他也告诉 他是靠着神 通过基督的恩典 才有这信心 所以他的信心 不是从自己的 认为 的能力来做出来的 而是他通过 基督的呼召 他要在神的面前 才有信心 而且是 在通过基督的恩典 才有信心 这也是保罗 完全 臣服于神 忠心于神 做一个好的仆人 这样的信心 保罗继续说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 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呢 保罗不认为 他可以自给自主 他有任何能力 这不是他虚悲的 虚假的谦卑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他有能力执行 他的事工 但他承认 他所有的能力 都是从神的灵而来的 而不是他自己的 神在他里面 并通过他 通过保罗 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 他就完完全全是依靠神 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 保罗很了解他 他已经完全脱离了 他自己的身份或生活 他的呼召和他工作 都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 而是在他自己能力之外 被决定 被谁决定 被神 被基督 所以他只有 他夸口呢 就是在主力夸口 而决定不是在 决不是在他自己的 和他能力上的夸口 然后他继续说 我们所能承担乃出于神 神已经摧毁保罗 是一个西伯来人中的 西伯来人的信心 犹太人的信心 他原来是一个非常热心的 法利赛人 他提到他在律法之下的意识 是没有办法 无可指责的 但是他因为他热心 这个西伯来人的 犹太人的教导 犹太人的教导 他迫害基督教 基督徒 可以知道他 但是他被呼召以后 他不再相信自己族人的遗产了 他不再相信旧约 或是犹太教里面 所有的教导 他不再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知道和相信 神给了他无限的力量 圣灵也提供了无限的恩典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认 知道和相信 保罗现在回答他 在第二章十六节说了 这是谁能当得起的问题 保罗是本来没有资格作为使徒的 但是使徒是通过神的权柄 神的授权的 当然神给了他的权柄 也就给他的能力 只是在原文是 希腊文是 diaconosis 就是一个waiter 说一个servant 是一个服侍人的 在这里有个谦卑的服务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执事是一个代理人 有负责传递信息的责任 执事有传讲神话语的责任 所以这个执事呢 不是一个什么 很高的地位 而是要服侍人 要传讲神话语的责任 在这里呢 保罗说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新约的执事呢 是保罗 神使保罗成为使徒 他就成为新约的使者 保罗不像哥林多想象那样 他是凭着自己能力的形式的 他是一个使徒 他只是一个servant 他是一个diaconosis 是一个waiter 所以他是一 神的代理人 他是所有传教士的代表 他将自己与其他使徒并列 表明他所有使徒 都是被呼召的 他提醒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他们是教会的管家 是下属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 多聪明 多有智慧 而是他要谈 他们要对神的忠诚 对 保罗继续说 不是凭着之举乃是凭着经义 这个在新译本翻译出来 就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说这个经义呢 就是圣灵的意思 说这新约不是从仪文来的 而是从圣灵来的 这个仪文呢可以就是说律法 所有犹太人他所相信的条例 都是用仪文来表现 所以新约不是从这个律法而来的 而是从圣灵来的 因此可以知道 新约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 而是从神灵来的 在耶利米苏第31章33节这么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 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可以知道当日子到的时候 新约不再是一些条例要求 而是无条件的应许和礼物 新约纯粹是造物主神的工作 神是通过福音拯救人 再造人的心灵 神重新与叛逆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这里可以看到 新约是圣灵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新约是要拯救人 再重新造新的人 如此才能够从 有罪的人叛逆的人性里面 能与神重新建好良好的关系 保罗接着说 字句叫人死 精益叫人火 字句是指的 圣经上白纸黑字上字面的意义 而表面的意思 经济则是指的 圣经里的精神和内在的含义 所以圣灵被认为是理解 圣经的解经的钥匙 但更是的是 圣灵是指的是赐予生命的神圣的力量 所以不要在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 圣灵不是起开圣经真正意义的神圣灵感 而是圣灵的感动 让你能够从不服从而服从这个 字句上的教导 所以在这里圣灵使信徒能够做他们原本无法做的事 就是服从字句 能够服从字句 而不是解释经文的意义 而圣灵是暗示神在基督里所有的心作为 保罗斯一句说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保罗认为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时 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 摩西与神相遇的时候发光 神的荣光就显现在他的脸上 但保罗将摩西所有的有关的事工呢 都认为是属死的时事 对以色列人说呢 保罗是在散布伟言颂听的言论 因为保罗对基督的信 基督的依靠 对基督的信仰 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是属死的执事 刻在石头上的字是叫人死的律法 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对基督的信心 是完全与以色列人对摩西的遵守 摩西的事工是不一样的 保罗说 那些没有办法改变人心 改变人的新的事 也就是说 人的心没有因为摩西的事工而带来了改变 从接受的律法 接受的神 但是都是会带来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律法是对罪的惩罚 凡事薄利不遵守律法的都在咒诅之下 在生命纪第27章26节说到 律法表明罪是有意志和蓄意的过犯 当你有一个律法以后 可以看到也是有指明的罪 是有意志的 是蓄意去出犯 就是说罪人违背着神的旨意 不仅仅是违背着神的旨意 还顽固的继续犯罪 你可以看得到在以色列 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 可以看到以色列是不断的不断的犯罪 神不断的怜悯他 但他们最后还是被神惩罚 放逐到被巴比伦掳去 当然律法也就让有罪的人提供一个 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神的要求 当然有人就是 你可以看到法利善人就觉得说 我遵守律法 你们不遵守律法 就是认为说他已经完成了神的要求 这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事 可以了解 可以认为 律法不能给人带来生命 也只有对不遵守律法人 失败者的死刑 就宣布了这些不能够遵守 律法人的死刑 摩西面上的荣光呢 是以色列不能正视 不能够看摩西面上的荣光 所以摩西也不得不隐藏这种荣光 让他能够在以色列的面前 所以他用帕子就遮住 但对于罪孽深重的人来说呢 是没有办法目睹公义和圣洁神的宗调 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可以看到 如果尤其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人没有办法去接受神 因为神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如果摩西没有遮掩自己呢 神的圣洁就会吞涉百姓 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断向神发怨言 叛变和反对摩西 尤其我们在读这个 出埃及记的时候可以看到 只要他们没有停止向神发怨言 所以他们的罪状呢 如果说他们看到摩西上的反射出来的荣光呢 也就会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会死的 所以就在处于危险之中 他们也就不敢去看摩西脸上的光 但保罗继续说荣光源是渐渐褪去的 随着基督的到来 荣光逐渐减弱 律法施工的荣光也将逐渐消失 因为基督的来了 就把原来律法的施工的荣光 就慢慢慢慢就掩盖住了 也就是说圣灵的执事取代了 书信的执事 文字上的执事 神的代理人正在废除那些荣光 神的代理人是谁 就是新约的指示 如果说我们从上下文呢 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还是有一种漠视的观念在看 他说摩西的事工有荣耀和能力 他正在消失被废弃 被掩盖 摩西的事工是慢慢慢慢慢慢减少了 然而福音的事工是有荣耀的 有能力的 他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是有永恒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只要我们接受的福音 接受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 就有永恒的盼望 这也就是永恒的影响 第八节这么说 何况那属灵的指示 岂不更有荣光吗 保罗的观点很简单 律法给凡事不能遵守的人 都带来了死亡 是会得到神的咒诅 但是接受福音的人 会通过神的灵 而带来的永生 带来的生命 因此呢 属灵的指示的荣光呢 还没有彰显 仍然隐藏 神的智慧仍然隐藏 但是荣耀的主 被这个时代的这个统治者的定词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因此如果任何人能够传讲福音 就像摩西使命有荣耀一样 使徒的使命更有荣耀 只有信才能看到 当我们信的时候 才能看到圣灵执事的荣光 才能看到神的智慧 神的荣耀有两种形式 从这个保罗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得出来 伴随摩西使命的荣光是带来死的 是死亡的荣光 然而属于圣灵的指示的所带来的是生命的荣光 所以神的荣耀有两种 一种死亡的荣光 一种是生命的荣光 死亡的荣光是律法 是摩西带来的 但是生命的荣光是由圣灵福音所带来的 当然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 不是用抽象或是哲学学术上的概念 才能够了解看到神的荣光 保罗在第九节这么说 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 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 保罗对比这个定罪的指示和称义的指示 我们也知道 称义与定罪是相反的 称义是无罪释放 我们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第四章四节 第六章十一节都有谈到这件事情 神的公义会影响人在神 面前的地位和生活 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公义之下定了律法 然而他们并没有遵守律法 只是走向就会走向死亡 受到神的咒诅 我们在他们的历史上可以看到 他们被 辱到巴比伦七十年 也就是因为他们 没有遵守律法 受到神的咒诅 然而 神要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我们接受神 接受基督 接受耶稣 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和生活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有属灵的生活 我们有成圣的生命 然后我们有总生的盼望 因此新的称义的指示是更加有荣耀的 比以前的定罪的指示的荣光更有大 保罗相信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 所以他认为神的律法是暂时性的 因为神的目的不是定罪 而是要拯救 在圣灵的新事工很清楚的表明 神并不打算为人类带来死亡的审判 而是神带来是要给人类导致人类的生命有公益 圣灵将石同刚硬的心转变成软弱 接受神公益的心 清约并没有完全抛弃的律法 他只是给了一个新的方式 让人能够转变心 然后去遵守神的律法 神的话语 圣灵改变了人 让人能够强服于神的公益之下 神也带来了永恒的生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到 若是定罪的知识有荣光 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越发大了 保罗继续说 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保罗断言的解释 以前得荣光的现在没有荣光 将律法的荣光与公益的荣光 相评定论 颁布律法 有关的荣耀 他的影响是不能持久的 我们也看到在 神在西南山颁布律法以后 他的荣耀 可以显现在摩西的脸上 摩西要用帕子 遮盖住 但是他的荣光会渐渐退去 他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在接受神的荣光 所以荣光是一个战时的 但在基督来到以后呢 这个律法不再有 他有这个作用 而不是在用人来遵守律法 来显现神的荣耀 所以就说 不是像世人启示神荣耀的赤金石了 保罗强调称义的恩赐 有更大的荣光 因为称义的荣光 超越了以前律法的荣光 圣灵和称义的荣光 也就超过摩西使命的荣光 因此摩西使命的荣光 从前的荣光 就不再有荣光了 第十一节说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保罗对比将被废止的事物 与长存的事物 做了一个比较 废掉的旧约是无常的 旧约不是神拯救犹太人 和外邦人的最终目的 旧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消失 当长存的基督来的时候 旧的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也就是新约来了 旧约也就没有什么 没有他的意义在那里了 而不是说他没有他的意义 而是他完成他神教导的任务 那福音 新约的福音是白白 得到的神的赦免的恩典 就是我们得到 相信接受福音 就是得到神的赦免的恩典 福音也是神最后的话语 是永恒的 福音就像神的公义一样 永远长存的 我们看在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看到保罗 在这三节主要是讽刺哥林多信徒的看法 哥林多信徒认为说你要有举荐性 要有人推荐你才有这些身份或者荣耀 保罗却说他没有 他不需要 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他的推荐性 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他的成果 或是他的事工 就是他的推荐性 我们信徒也都是基督的推荐性 保罗的执事的工作是新约的执事 所以他是靠着因了基督的呼召 而成为了新约的执事 他解释了称义的执事 是有长存的荣光 在这里我们学到基督徒是圣灵所写的书信 也就是圣灵写的推荐性 在你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要有显现出圣灵或基督的样式 而基督徒就是新约的执事 是为了表现神救恩的代理人 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呢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的荣光呢 我们的言行能成为新约的执事吗 以西节书37章第26节这么说 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 这是耶和华在 告主以色列人 也是以新约的预言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结束